中国坚决反对思维士兰等少数国家提出的 所谓邀请台湾作为观察员参加今年世卫大会的提案 台湾参加世卫大会 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处理 台湾民进党执政以来 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 拒不承认两岸同属一个中国 导致中国台湾地区参加世卫大会的政治基础不复存在 这个基础是被民进党当局单方面抛弃的 台湾地区无法参加世卫大会的局面也是民进党当局造成的 民进党当局对此心知肚明 在中方及多数国家坚决反对台湾地区参会的情况下 总干事自然不能发出邀请 中方敦促美方停止对中国的污蔑抹黑 停止审议推进有关的反华议案 制止针对中方的烂诉行为 把精力更多地放到抗击疫情 和维护美国人民生命健康上去 不要再搞这种无聊的职责游戏 对于你说对于你所提到的中方是否会对美国 有关实体和个人进行惩戒 目前我没有更多的评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